Linear Models for Classification 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回到今天的機器學習基石課程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Linear Models for Classification 我們要從我們之前學過的Binary Classification出發 然後看看我們學過的這些Model 怎麼樣可以延伸來做 例如說Multi-Class更複雜的Classification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上次上了什麼 我們上次講了Logistic Regression 這個很重要的演算法 然後我們講說我們怎麼樣定義 Logistic Regression裡面的Error Function 然後最後它是一個平滑的函數 是一個可為的函數 然後我們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式 來找出一個好的Logistic Hypothesis 這是我們上次說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先整合一下我們之前看過的Linear Model 再把它延伸到更多更複雜的Classification問題上面 好,首先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已經看過三個不同的Linear Model了 他們的共同點我們之前提過 就是他們都算一個分數 這個分數從哪裡來? 從我原來的這個輸入的部分 這個Feature的部分 去做一個加權的動作 好,就用W來做一個加權以後 算一個分數 算了分數以後怎麼樣? 如果是在做Linear Classification的話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把這個分數取正負號 取了正負號之後 然後我們說,欸,那如果是正E就代表圈圈那邊 負E就代表XX那邊 那我們最後來看看到底 從Classification的角度來說 它的0,1Loss OK,它對或不對 這個Error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之前也提到說 在Linear Classification來說 如果我們用W線性的這樣的方式來算分數 然後但是我們在意的是0,1Loss的話 這個Optimization的問題 這個追加化以In的問題 是困難的,不太容易解 那Linear Regression呢 則是我們就直接把分數算完以後 就輸出去了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整個可能的時數 不是只有正負1而已 那我們之前有講到說 如果我們使用一個這個Square的Error OK,這個非常常見 常常使用的這個Error的話 那我們最後會得到很容易 很輕易可以得到的這個Solution 從線性代數等等這些的推導來得到 那我們現在是講的Logistic Regression呢 則是我們把算完的分數 透過一個Sigmoid 透過一個S型的這個函數來輸出 那我們想要求的是一個0到1之間的這個幾率估計 那我們說經過一番推導 我們得到一個這個Convex Optimization 一個凸凸的 這個像個山谷狀的這個Optimization問題 那我們可以用Gradient Descent的方式來求到解答 好,那我們今天首先先探討的問題是這樣 好,我們說Linear Classification不太容易啊 這個NPR的不好解等等等等 那相對來說看起來Linear Regression 或者Logistic Regression 好像在求解這個很低的因應這件事情上容易很多 那我們能不能借用Linear Regression 或Logistic Regression 來作為我們Linear Classification的一個替代工具 也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想像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還是有這個Linear Scoring Function 這是大家都有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把它用在 把這些不同的演算法都用在Classification問題上面 也就是我限制我的Y 都只能是-1或者是正1 圈圈或者是XX 對Logistic Regression來說 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說Logistic Regression 本來就想像它拿到的資料 跟Binary Classification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對於Linear Regression來說 -1跟正1是兩個特別的實數字 所以我們好像也可以直接借來用 好,那在我們要推倒這三個方法的相似性之前呢 我們想要想辦法把他們所用的Error Function 稍微整合一下 整合一下意思是說 我們就把到底我們的Error Function長什麼樣子 從S這個分數 變成我們最後這個Error的過程 整個都串起來 例如說在Linear Classification裡面 我們本來想像的是有兩個步驟 一個是把Hypothesis算出來 我從這個S取這個正負號的動作 另外一個動作則是從Hypothesis輸出 然後去看它跟Y1不一樣 好,為了把這三個演算法 放在同一個地平線上面比較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Error Function 這個Error Function會長這個樣子 它會跟S直接有關 比如說我把那些中間的 例如說我的Hypothesis實際上 是要取個Sine呢? 還是要取個Theta呢? 還是要取個什麼呢? 都包含在Error Function的所有的步驟裡面 然後當然還跟我們想要的輸出 這個Y有關 所以我們把Error Function 換一種寫法 我們以前Error Function的寫法 就是說 我有個W,有個X,有個Y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我直接用這個Score 好,這件事情來寫說Error Function 到底是什麼樣子 好,所以我統合上面兩個式子的話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要的東西還蠻簡單的 好,我只是把它帶進去而已 我這邊有一個 Boolean 我有個不等於Y 好,這邊都跟原來的一樣 然後那我只是要把Sine S寫在這邊 好,說我今天不是在乎任意的Hypothesis 我在乎Hypothesis 是Linear這種長相 算個分數 然後再Threshold的這種長相 好,那有這樣的寫法出發的話 那我們還可以再做一個進一步的整合 等一下大家就會看到這個整合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但是注意到我們使用Y是正-1 正-1的話 我如果要確定我的Sine OK,到底是正號還是負號 跟我偷偷的把Y乘進去 也就是我CheckSine Y乘上S OK,我把Y乘上S 然後看它等不等於正-1 這是同樣的一回事 對不對 因為我的Y是正-1 所以有點像 我就把這個式子乘上我的Y 然後畫點起來的話 我可以把Y乘進去跟S配在一起 好,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化解動作 這是為了 待會我們跟其他的這個 Error function比較好做比較 好,所以我們的Error function Zero-1的Error function 是長這個樣子 那若是Linear Regression 用在正-1的輸出上面呢 好,一樣 我們這樣也可以寫下來說 我要的事情就是S-Y的平方 好,這個大家可能沒有問題 我只是把H of X的式子帶進去而已 然後呢 是S-Y的平方以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 跟左邊用的那個Trick一樣 說我今天既然是正-1的話 好,那我可以再把這個式子乘上一個正-1的平方 也就是1 那我就把那個Y乘進去啦 乘進去的話 我要的東西就是Y乘下S-1的平方 好,對不對 其實我只是乘了一個等同的正-1項 那個Y平方一定是等於正-1 那個項上去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好,所以 這兩個式子我們都有YS 這兩個項跑 就是YS乘在一起的這個項來跑出來 好,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在我們上一次做Logic Regression推導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已經得到我們的Error Function裡面 是有Y乘上S的那項 好,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上一次說Logic Regression Error 是可以寫成 好,我有Log 然後E加上Exponential 然後這邊有一個-Y乘上S 那個S就是從W加全平均算出來分數 所以Logic Regression裡面已經有Y乘上S 那我只是把Linear Regression跟Linear Classification裡面的Error Function 做相對應的動作 把YS兩個東西凸顯出來而已 那所以呢,我們的式子是長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看這些Error Function跟YS的關係 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YS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大家看到我這邊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把Y乘上去代表我們在意的是 對Y的正確度 對Y的Correctness 那S呢,S則是這個Score 所以呢,我們希望這個Correctness Score 要越大越好 越大代表Y跟S是同好的 然後這個最好是越大 然後是正的 那這個如果是正的,就代表是正確的 那如果是負的,就代表是不正確的 所以這個項裡面實際上是帶有它的物理意義的 好,那要比較這些Error Function的長相的話 我們做的事情是想辦法把它畫在同一個平面上 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圖 我們的橫軸是Y乘上S OK,就是我們剛才三個Error Function裡面都有的那個值 那縱軸則是Error Function到底是多少 例如說,我如果畫的是01的話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看的是什麼 我要看的是YS的Sine 到底是不是正1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正1 在正的這邊的話 我的Error就會是0 好,這是我們在這邊看到的事情 那如果是-1 是在-的這邊的話 我們的Error就會是1 這是在這邊看到的事情 好,所以呢 01 Clification 如果對YS的關係的話 好,就是一個解體狀的函數 那如果我們今天Plot不是01呢 如果我們今天Plot是Square 好,我們Square最後長什麼樣子 我們經過上一頁推導 我們Square長得說 我們要看YS OK,這個我們把它當成一個變數 跟1相比 然後我們取它的平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是這邊紅色的這條拋物線 那這紅色的拋物線有什麼特點呢 好,在左邊這邊呢 它跟Clification好像是比較類似的 OK,它說 今天如果 你往這個比較錯誤的那邊的話 好,可能 我們要扣你比較多分數 Error function就是扣分數 所以我們要扣比較多分數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情形 有一些情形 這是01 視為很好的情形 什麼情形 這裡,這裡是01 視為很好的情形 你YS很大 這很好,沒什麼不好 但是 如果你使用 硬使用Linear Regression 在這樣的資料上的話 它會被視為很不好的情形 會收了很多的錯誤 這是Linear Regression 看起來 它跟01有一點點像 但是又不是太像 那不過呢 我們可以確定的事情是這樣 如果 你今天有個Example 它在Squared Error 在紅色這個Squared Error上 得到很低的值的話 那麼 我們也可以說 它在01上 也會得到滿低的值 也就是說 小的範圍 小的那個部分呢 這個Squared跟01是類似的 那在比較遠的地方 01跟Squared就會越來越不類似 好 那如果是Logistic 我們畫出來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是一個平滑的曲線 然後因為Exponential跟Log 都是Monotonic函數 所以我們最後會畫出來這樣一個平滑的函數 如果Y乘S OK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說 這個平滑函數會 趨近到最後0的地方 那另外一面呢 如果Y乘S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時候 那它就會 離這個01 越來越遠 不過整體來說 如果我們說 我們看 這個Cross Entropy 我們用CE來代表 Logic regression的這個Error 的漲效的話 我們可以說 Logistic Error 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 Cross Entropy的Error 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01是小的 那另外 01是小的 某種角度 我們也可以說 Logistic Regression的Error 是小的 好 那所以這是 我們學過的三個Error Function 那為了一些推導的簡便起見呢 我們常常做的事情 是把Logistic Regression 的這個Cross Entropy的Error 做一個換底的動作 做一個Scaling的動作 也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做的事情是 把它稍微乘上一個倍數 稍微移動一下 我們叫做Scaled 就是乘上一個倍數的 Cross Entropy Error 那這個Scale呢 做的事情 只是把我們原來 取Log1 變成Log2 取這個目的是什麼 取這個目的就是 就是在這個點上 在Y乘以S等於0的這個點上 我們就看到 這個Scaled Cross Entropy 跟01 真的切在一起了 OK 我們取Log2 那在0那個點上 就是Log2的2 所以就剛好是那個1的地方 會切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Scaled Cross Entropy Error 從我們Temization的角度 我只是除上一個Log2的常數而已 那但是這個Error Function 跟01 就產生了一個這個 上下的關係 也就是說 Scaled Cross Entropy 一定是壓在這個01上面 這會讓我們一些推導 會稍微容易一點 那我們下一頁 會看到說 這些Error Function 怎麼樣幫助我們 Justify說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是Log2 Regression 可以是一個好的 Binary Classification的方法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從我們上一頁推導 我們來看說 如果我們在意的Error01的話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意的是 Classification的錯誤的話 那它的上限是多少 它的上限是 我們剛剛說的 Scaled Cross Entropy 好這樣的Error 這個Scaled 只是把原來的 Cross Entropy 然後除上Log2而已 好 那就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來看一個 我們有興趣的值 是1In 用01方式來衡量的1In 這是什麼 這也就只是 一頭拉股的這個 Error01的平均而已 對不對 好 既然是一頭拉股這些東西的平均 那我如果一路寫到右邊來的話 我也可以把它寫成 一頭拉股的Error Scaled Cross Entropy SCE的平均 那或者是 也就是 Cross Entropy的平均 只是除上Log2而已 這是1In 你看 我有一串 這個100個Example在手上 對這100個Example平均 把上面那個不等式寫下來 我還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1Out又是什麼呢 一樣的道理嘛 1Out只是對無限多個感觸 無限多個東西 做平均而已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寫出這一串的東西 那就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從我們所知道的Theory出發 例如說 我們想像 我們知道的是Vc on01 Vc告訴我們什麼 我今天如果有個Eout的話 我可以把它寫成 Ein 同樣的W 用01來衡量 然後呢 加上 某一個Conplexity的像 好 一樣是在01的方式下 好 算出來那個Conplexity的像 應該長什麼樣子 好 這是我們很熟悉的Vc bound的長相 好 所以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像 是Ein的01 這個Ein的01 我們上面已經給它了一個Upper bound 這個Upper bound在哪裡 這個Upper bound在這裡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下來說 所以 Eout的01 我們最想要 來把Classian做好的那個01 跟Ein的Cross Entropy的Error 扯上了關係 或者另外一個想法是什麼呢 好 我們從Eout出發 好 Eout我們上面已經給了Eout一個Bound 這個Bound寫在這裡 把它寫下來 所以Eout跟Cross Entropy的Eout 是有關係的 然後 如果我們使用Vc 在Cross Entropy上面 當然這個我們沒有實際上交 但是如果你相信 說我們的這些推導 是有道理的話 那麼 你就會得到的事情 就是 好 你就有一個 同樣的Ein的Cross Entropy 然後 跟 某一個 Model Complexity 你要付出的代價 然後 但是這個代價 是用Cross Entropy的方式算 不管你要走左邊那條路也好 右邊那條路也好 你可以想像說 這就代表什麼 我們如果用力的把Cross Entropy Logic Regression裡面那個Area做好的話 我們就某種角度來說 也把01做得很不錯 好 這是上面的這個Bound 是告訴我們說 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 當然你也可以說 我不要用Cross Entropy 我用Square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為你從上一頁看出來 Square也是01的一個Upper Bound 只是更寬鬆一點 Upper Bound而已 所以這就表示 你也可以把Linear Regression 用在Linear Classification上面 好 所以我們教過三個方法 Logic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還有Perceptual Learning Algorithm 或者它的Pocket延伸 其實 通通都可以看成 是Linear Classification 可以用的方法 好 所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叫做 Regression for Classification 我就使用Regression 我資料拿來 我就使用Regression 然後使用完Regression以後 但是我回傳我的G的時候怎麼樣 我就把我Regression 得到這個W 取個Sine 把這個分數取個Sine以後 再送出去 好 那如果我們這邊 使用Linear Regression的話 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 在我們講過的所有方法裡面 看起來它的Optimization 是最容易的 我只要 把那個公式寫下來 就解決了 這樣子 壞處是什麼呢 壞處就是 今天 它跟01差的比較多 特別是 Y乘上S 這個兩邊很大的時候 例如說 非常的正或非常負的時候 看起來它跟01差的比較多 那如果今天使用Logistic Regression呢 好 它的Optimization也蠻容易的 因為它是Smooth 它是Convex 我們可以用Gradient Descent 等等等等 然後 那但是 今天 如果我們在S01的話 它畢竟只是個上限 或者是個上限呢 就還是會稍微寬鬆一點 那另外呢 如果我們用PLA怎麼樣 PLA的工作還不錯啊 什麼時候還不錯 唯一還不錯的時候 就是Linear Separable的時候 我們證明了一系列的 它到底為什麼會還不錯 但是回頭來說呢 那PLA只有這時候還不錯 如果今天不是Linear Separable 如果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Linear Separable 我們要使用Pocket 那看起來 好處相對就小 好那這邊呢 給大家的一些建議 是這樣的 在實務上 如果我們要做Binary Classification的話 好 Linear Regression當然是有好處 但是它實在是太寬鬆了 所以我們常常做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拿它來 然後開Initialize 記得說 我們在Pocket 或者是PLA 或者是Logic Regression裡面 我們都希望有個W0 以前我們都隨便設一個 OK 設一個全0的 或設一個Random的 那現在我們說 如果Linear Regression 看起來是個還不錯的方法 不然我們可以把Linear Regression 那個W 當成W0 然後再從那個好的W 再繼續optimize下去 好這是一個大家常用的方式 另外一個常用方式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則是Logic Regression 我們之前講到說 這Binary Classification其實是困難的 那Logic Regression 在每一輪要花的力氣跟Pocket 其實差不多 然後它optimization又比較容易等等等等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實務上 會用Logic Regression 而不見得會用Pocket 這樣演出 Pocket也是蠻簡單的 但是optimization性質來說 Logic Regression可能好一些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那樣情況下 可能會比較常用Logic Regression 來做Binary Classification的工作 那這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我們剛才講過了 這三個Linear Model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要問 就是大家複習一下 到底如果我們有興趣的是 0-1這個Error的話 以下的哪一個 不是這個Error的一個上限 不是它的Upper Bound 好那大家想一想之後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得到正確答案是3 因為從之前 我們秀給大家那個圖 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並不是真的壓在0-1上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縮放 做一個Scale動作 才會讓Cross Entropy 放在0-1的上面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小動作而已